接下来全球现场 英国金融时报在28号报道 巴拉圭总统阿布朵 他呼吁台湾投资八国 10亿美元来维持邦交 不过彭博社则是报道说 他已经否认了其中的条件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申荣 好的 晚安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带你来关注的就是这几天 潮沸沸扬扬的这个话题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 28号的时候就做出了一篇这样的报道 就说巴拉圭的总统阿布朵 之前就呼吁台湾要投资巴拉圭 大约10亿美元 约是新台币317亿元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因为他认为说现在巴拉圭人民 需要感受到真正的好处 来帮助他抵御跟中国大陆 抗衡的巨大压力 而他认为这样的一笔经费 是有助于双方两国国家 可以建立联盟 好 巴拉圭是我方在南美洲的 唯一邦交国 人口大约是有720万人 面积是超过40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仅存的14个邦交国当中 面积最大的 阿布朵在2018年的时候就任 当时蔡总统还曾经率团 出席他的就职典礼 而同年的10月 阿布朵的首次国事访问 也是访问台湾 最近在纽约的联合国的大会 三个邦交国的领导人 有发言支持台湾 其中阿布朵也在内 不过现在怎么看来 好像双方的情谊 传出了一些些的杂音 好 金融时报是这样报导的 他说阿布朵要台湾有提供他们10亿美金 来帮助他对抗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 而且要让他能够不要把外交承认 转向大陆 意思也就是说 八国人民需要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才能够对抗外交向北京的诱惑 还说呢 巴拉圭正在跟台湾的总统来合作 让巴拉圭人民感受到战略联盟的好处 阿布朵他甚至表示 台湾在非邦交国的投资超过60亿美元 那他们希望说 这些投资里头拿出10亿元来投资巴拉圭 对此外媒是怎么看的呢 好 彭博社呢 现在也做出了相关的报道 他里头提到说 阿布朵是收回要求台湾投资 这样的呼吁为提 报道说这阿布朵他其实否认当中的条件交换 他认为他这个任内会维持跟台湾的战略联盟 不过他也提到说 下一任总统挺台的力道是会减弱的 好 彭博社就报道说 中华民国跟巴拉圭的邦交是长达65年 那巴拉圭也是台湾的邦交国里头最大的经济体 而阿布朵他的总统任期是到明年的8月 能不能够顺利庆祝双方建交 70周年其实取决于下一任的总统的 那针对金融时报的报道 阿布朵要求台湾应该要投资巴拉圭10亿美元 现在外交部有说法了 好 外交部的发言人欧将安他就表示说 巴拉圭的外交部长已经向我国驻巴大使 澄清说明两国的邦交是不存在所谓的交换条件 那巴拉圭外交部也回应说 跟台湾的政府还有人民都是保持良好的关系 好 双方没有任何的条件交换来维持双方的邦誉 好 持续要来看到的是南韩总统引席 因为他在访美期间闹出了一个争议 就是说当时就被媒体拍到说 他疑似是私下爆粗口而骂的对象 居然还是拜登跟美国国会的议员 不过他们办公室后来是有澄清的说 他骂的其实不是美国的总统 而是矛头对准自家的在野党的议员 他所属的政场现在就决定要提告了 而他们认为说要提告的对象 就是率先播出相关影片的南韩MBC电视台 批评这个电视台是扭曲事实 破坏美韩的同盟关系 当时尹锡悦他是在纽约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 疑似就被拍到说 以粗口辱骂拜登还有美国国会的议员 当然了这样的画面是惹出了争议 而事后尹锡悦办公室也解释说 当时他骂的对象其实是南韩的在野党 但是呢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被外界认为说是提油救火 你怎么会在这个外交上头的公开场合来骂自家的议员呢 好 尹锡悦所属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 现在要以诽谤罪来控告MBC电视台的四名高阶主管 而只是要来看到的是北韩最近动作频频 五天内已经三度发射飞弹了 昨天晚间北韩是从西岸的顺川 朝日本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根据了解飞弹是以音速五倍的速度来飞行 北韩此举除了抗议之前的美日韩军演 也针对才刚刚造访完板门店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而来 他之前呢也批评说北韩的金氏家族是这个恶毒的独裁政权 而之前这个贺锦丽访问日本的时候 也对台海情势发表了谈话 他表示华府在亚洲会无所畏惧的展开这个行动 还强调当然范围是包括了台湾海下 而对于北韩的挑衅行为 南韩总统引席办公室也发布声明是严厉谴责 并且呢 统一部也会研究要如何加强对北韩的制裁 日本的美国和美国副总统引席 是香港的人严厉谴责 这些人一切都已经准备成了 中国人的美国副总统 中部的美国副总统被准备 可以中防党的男人等 对北韩准备升上 対出富的彩合 美国将军制裁 美国人看到美国副总统 对美国副总统 更多严重地的美国副总统 这个我们 broker knife 最近几十分台 这些人迺超过 美国的美国务副总统 而是否能夠調查到的 這個意思是 在關注的是俄國交戰的部分 俄羅斯總統普丁呢 今天他在俄羅斯的聯邦安全會議上頭表示 為了要升級俄軍對烏克蘭的戰爭 發布的部分動員令 但是呢 這征兵過程當中 他認為有一些錯誤 是違反了動員令的情形 像說像有一些 軍事經驗比較薄弱 或者是年紀太大的人 都是被錯誤徵召入 他強調說 當局會快速糾正所有在徵兵的過程當中出現的錯誤 而普林海重申那些首先會徵召的 就是具有軍事經驗而且所需要專業訓練的人 或是隱寫的一位老闆或是既遭遷的病例 或是曾經生出現的課程 必須解決定在各種類似的狀況 從而遭遷的行動 要求是要改善的話 去承認回家的依靠 就要拼命之下 有時會有機會 例如,在石頭上,東陽上,其他人 有時會有時會 及其他人的疾病 вместо службы там где он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ужны и на что они готовы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например в госпиталях зачисляют мотострелками ну зачем а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которые сами без повестки пришли военкоматы а таких много заворачивают обратно они якобы не имеют нужных военно учет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находят и друг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вот со всем этим безсуеты спокойно но быстро детально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 нужно разобраться 俄羅斯今天已将举行新的领土入俄的条约签署仪式正式宣布要并吞乌冬的四个州 包括盾内刺客还有鲁干斯科跟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 普丁呢先前在凌晨的时候他已经签署承认赫尔松跟扎波罗热是独立的领土文件 现在这种分析指出如此一来俄罗斯可以宣称他们兼并的是独立的国家 而不是并吞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呢他就说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 长长车龙聚集在俄罗斯边境 等了一天又一天最后干脆汽车改用徒步继续前进 再累也要逃离俄罗斯 下达动员令征兵后大批民众急着逃离俄罗斯 另一边普丁已经签下文件承认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为独立领土 文件写着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普世原则 为尊重当地人民在公投展现的意志 俄国承认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为独立领土 签署直至生效 如此一来俄国就可宣称他们兼并的是独立的国家 而非并吞乌克兰的领土 签署仪式在莫斯科当地时间30号下午举行 地点则在克里姆林宫盛乔治厅 通过入俄公投的鲁干斯克 顿内刺客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 四周州长将签署条约并入俄国 普丁也将出席仪式发表重大谈话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都重炮谴责俄罗斯 古特雷斯形容俄国并入乌克兰领土 使情势危险升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指控俄国 假借入俄公投来掠夺土地 普丁坦诚动员令执行有瑕疵 部分公民被错误征召 包括家中有很多名小孩的爸爸 满行病患以及超过一龄的人 他说必须把这些没正当理由 被动员的人召回 CNN记者分析 普丁因为动员令出错 情势大乱 给了乌克兰机会发动攻击 顿巴斯地区有可能再被夺回 美国官员这几天申布 在加码军援乌克兰 金额高达11亿美金 远远不绝提供武器 国土保卫战开始 让外界质疑 是否已经转成代理人战争 记者综合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鱼帮你来打折 这里是默默的